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十几年 来说说装修的九条大实话 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一、普通住宅没必要装超大落地窗 视野通透 好看是不假 但成本造价也是普通风窗的好几倍 另外 你还得接受夏天热 冬天冷的事实 制冷和供暖费 每月也得多支出一两百 所以说 如果你家不是特殊的景观房 就装个几百亿平的普通风窗 最实用 二、全网都在推的大尺寸 跟风前劝你先做做排版再决定 一米五的大地砖 缝隙少是好看 但人家铺完 全是整块砖 你家铺完不是小板块 就是小编条 效果丑不说 同样的花纹全屋还多花好几千 所以说 别刻意追求大尺寸 普通800规格的效果也不差 三、电视背景墙 是最不值得投入的地方 现在家里的电视都很少看了 还花大价钱去打造电视墙有什么意义 有那个预算 还不如换一套高档的真皮沙发 不仅可以提升客厅颜值 平时坐着也舒适 如果想要保留电视墙 刷个乳胶漆即可 墙面不论是挂个85寸的电视 还是100寸的投影幕布 都不识简洁大气 四、除位用石膏板做吊顶的 只能说你人傻钱多 仅仅是为了好看 装饰效果而不考虑实用性 特别是卫生间潮气大 用石膏板受潮发霉是必然的 厨房属于重油屋的地方 石膏板用不了几个月就会变色泛黄 后期根本没办法清洁 所以要想经济耐用 还是装铝扣板吊顶更靠谱 五、对于刚需家电 真没必要买太贵的 比如说洗衣机 不管是1800元的波轮洗衣机 还是两三千的滚筒洗衣机 都能把衣服洗干净 所以咱就选个大容量 能效等级低的基础款就够用了 还有厨房烟机 不要过分追求样式和品牌 选个吸力大 噪音小的基础款就行 电视也没必要买贵的 一年也看不了几回 花3000元买个75寸的 足够你显摆了 六、很多人买灯具 只关注造型好不好看 根本不考虑实用性 什么水晶灯 复古吊灯 网红羽毛灯 装到家里才知道后悔 大量机会不说 还招各种小飞虫 每隔两三天就得搞一次卫生 累到怀疑人生 不擦吧 灰蒙蒙的还影响照明 所以说 灯具要想实用 尽量选简洁的线形灯或吸顶灯 七、有人说 卧室门就该装好一点 上档次还隔音 但事实上 即使你花5000块装的门 隔壁吵架 楼上冲水 你照样听得见 所以说 选卧室门 在不影响装修效果的情况下 没必要选太贵的门 一般家庭 选个一两千的 实木复合门足够用了 想要开关门噪音小 花两三百 换个磁吸静音锁 再配个静音条 效果绝对够用 八、入户门真没必要换 你换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认为开发商配的颜色不好看 还是觉得不够安全 嫌弃颜色不好看的 可以做改色处理 几百块就搞定了 觉得不安全的 换个安全系数 最高的C级索薪就可以了 这样做既节省了装修成本 又满足了美观需求 九、尽量不要找熟人装修 这是很多业主实践过来的经验 你找熟人装修 钱给多了 你心里不平衡 钱给少了 施工质量又很难保证 结果双方都不满意 另外 装修期间 难免有一件相左和施工不满意的地方 太熟的亲戚朋友之间又不好张嘴伸说 所以 大概率的结果不是闹翻 就是老死不相往来